嗨,我是Kennigy,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其實這禮拜呢 我原本沒有打算說會錄Podcast 因為我一直到今天早上之前 我都沒有聽到我想要分享的歌 但到今天早上我又再聽了一遍 就是把新的歌聽了一遍之後發現 哇,這兩首可以把它拿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首歌曲呢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哇,原來他會唱歌喔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說 耶,他終於出來唱歌了 這一首歌呢 就是來自許光漢的《別再想見我》 那許光漢呢 其實在21歲 也就是大概八年前左右 他原本呢 當時是簽給唱片公司的 他原本是要以歌手的身份來出道的 可是後來因為像是合約啊 還有種種的原因 導致呢 他的歌手這條路就無疾而終了 那一直到後來才以演員的分 演員的身份來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那我一開始看到許光漢這位演員 這位藝人呢 我一直以為 我是在2016年的直劇場《戀愛殺神報》裡面 他飾演的那個莊浩陽的角色 認識他的 我一直以為啦 我第一次認識這位演員是在那個時候 結果其實在2013年的時候 帶配你的 《你怎麼可以安心地睡著》這部MV裡面 我就看過他了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要往前推算最早最早 許光漢有露面就是有演出的影音作品的話 會是在2003年周杰倫的《三年二班》這部MV當中 他當時還是一位非常稚嫩的小朋友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這部MV《三年二班》 去找一下哪一個是許光漢好不好 非常可愛的小朋友 在那個時候 雖然很青澀啦 但是就很棒很棒這樣子 那其實呢 許光漢在《想見你》之前啊 我自己覺得他的戲劇作品是不少的 他的第一部作品呢 就是戲劇上的作品是在2013年 馬來西亞的電視劇《潛入藍中藍》當中 那而後的大概兩到三年左右的時間 他其實經歷了一段一直試鏡失敗 然後試鏡被刷掉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蠻幸運的是說 他在2015年的時候參加了王小弟導演 還有其他八位導演所舉辦的 QPLACE表演教室的演員的培訓課程 那這些演員們呢 後來結業之後的作品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直劇場系列的作品 所以如果呢 你是從戲劇方面 比較早認識許光漢的粉絲們呢 但是又是從《想見你》之前 我覺得應該會是在直劇場的《戀愛殺成暴》 還有《江老師你談過戀愛嗎》 這兩部作品認識到他的 那如果比較接近現在一點 但是也是在《想見你》之前的話呢 可能會是在《稍息李政我愛你》 還有《1006》的《房客》當中認識到許光漢 那電影方面的話我們就不用多少好不好 不用多說 《陽光普照》非常好看的一部電影 許光漢在裡面有演出 那這一次的《別再想見我》呢 是由就是我剛剛說到 早在2013年他們兩個就有合作過的戴佩妮 來幫他全全操到這一次的單曲 我真的覺得對許光漢來說啦 就是這一首歌《別再想見我》 我就可以算是他正式踏入歌壇 和正式踏入華語音樂 華語樂壇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因為戴佩妮算是完全抓住了 許光漢聲線上面那些最吸引人 然後最讓人著迷 也最讓人受不了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低音 所以我知道很多喜歡許光漢的人 粉絲啊不只是因為他會演 也不只是因為他長得很帥 有更多人尤其是女生好不好 非常喜歡的就是他的聲音 你們這些聲音控 就是被他的低音給迷惑了 如果他今天的聲音是 大家好我是許光漢 你們還可以嗎 我就問你們這一句好不好 你們還可以嗎 如果他今天的聲音長得那樣的話 所以歌曲裡面有一句我大概重播了上百次 因為那個低音真的太好聽了 就是雖然沒有想要多 街上人潮一樣多 街上人潮一樣多 欸那句要怎麼唱啊 我想笑喔 雖然沒有想要多 街上人潮一樣多 那個 人潮一樣多 哈哈哈哈哈哈 戴騙你真的很會餒 這首歌其實在講 就是說分手後 男生偶然又遇到了對方 然後心情上的糾結啊 放不下啊 然後細數過往種種的一個過程 然後最後呢 決定你別再想見我 這種感覺 那這首歌呢 跟想見你如果 硬要把它扯上一點關係的話 嗯 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他目前最紅的作品就是想見你嗎 那這首歌曲剛好又叫做別再想見我 就是有點前後呼應 然後有點就是在跟想見你 有一點做連結的感覺 那尤其是歌詞的最後一段啊 他說下雨時的你就別再想見我 早已被雨淋濕太久 還有什麼好說 大家還記得想見你裡面 就是淋雨的那個場景嗎 就是 李子維開始怎麼分辨 黃雨萱跟陳韻如的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陳韻如的話 你就別再想見我 開始 啲笑 對啦 反正我就覺得很酷啦 整個歌曲啊 歌詞 還有戲劇方面 算是蠻多重的連結 那 呃 我有看到有人有提到說就是 這首歌其實反映了 許光漢在爆紅之後 一個心情上面的抒發 或是一個表達 欸 我自己覺得這一方面 沒有等到他本人出來做說明 或是出來解釋 我自己都覺得不可考 所以我們這邊就 不多做聯想了嘿 欸 那這首歌曲呢 就是來自許光漢 初次提升 別再想見你 是由戴佩妮幫他 呃 全全操刀 製作而成的 呃 其實真的蠻 嗯 對許光漢蠻期待 就是 他是一個很值日可待的 藝人 所以 之後能不能 就是往三斤的這個方向邁進 我自己都覺得 很難說欸 因為 你看他現在會唱歌 其實 在戀愛殺成暴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會唱歌的人 因為那時候會有一些 呃 雜誌媒體的專訪啊 或是一些新聞媒體的訪問 那 他都不吝嗇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歌聲 所以 我那時候就其實就知道他是一個會唱歌的 只是也沒有想到說 哇 他真的是 這麼的快 就 讓大家聽到他第一首的作品 就是 正式的踏入華語音樂圈 華語樂壇 那很開心啦 好不好 很開心他之後 在整個演藝圈上面的發展 不管電影 電視劇還有音樂 那 最期待就是他哪一天可以出自己的 新專輯 第一張首張專輯 大家都是非常期待 尤其是他那個 超級重低音炮的聲音 很羨慕耶 就是我 就連我是男生我都很羨慕這樣子的聲音 所以第一首歌曲呢 就是來自徐光漢的 別再想見我 別再想見我 那第二首歌曲呢 是來自茄子站的 敢傻敢衝 這首歌曲呢 是2020年 黑松沙士的年度主題曲 其實茄子站他們在今年4月的時候 才幫黑松沙 黑松沙士 唱了70周年的主題曲 是我的未來不是夢 然後在10月的時候就寫了這一首全新的歌曲 叫做敢傻敢衝 我自己覺得好像可以幫你們 稍微翻譯一下台語的部分 反正他有台語的部分 我怕有些人也是聽不懂嘛對不對 我就跟你們大概講一下台語在說些什麼好了 那其實這首歌曲呢 就在講說 我們因為害怕 就是我們常常因為害怕 而不敢去做 甚至是那麼一丁點的嘗試 然後也因為害怕恐懼啊 會讓一個人 會是讓我們自己 一直的退縮 那這首歌其實就是希望 給那些現在處於 比較徬徨 生活比較艱苦的每一個人 可以讓自己就傻這麼一次 就傻 裝傻的傻 傻這麼一次 不要顧慮太多 然後用自己的方式去闖這個樣子 所以台語的部分呢 其實就主要是第一段的主歌 還有第一段的副歌 是台語的部分 那第一段的主歌呢 他講到的是 天色是陰暗的 然後 就是快要喘不過氣 然後 嚇嚇 孤單 是驚恐啊 孤單啊 然後他後面說 混到底 這種生活 在這樣的生活中去奮鬥 然後 辛苦 打拼的上昏 那就是我的青春 就是說身體上這些打拼過 留下來的傷痕 這個就是代表我的青春 這就是我的青春的意思 那後面他有說到 歡樂 優雄 歡樂就是煩惱 優雄就是憂傷 然後他後面說 歡喜 都沒聽到 歡喜都沒聽到 就是任何 任何的事情都沒有一個絕對 也沒有一定啦 他就是 不是這麼的絕對 這個樣子 然後後面說 這有點難發音耶 蓬洪 甘酷 蓬洪是 徬徨啦 然後甘酷就是 堅苦堅辛 然後甘酷就是 普通貧窮 就是把它當作 日常的意思 把它當作日常的意思 然後後面有講到 腳踏實地的人 我們為了未來最忙 腳踏實地 就是腳踏實地 的人就是的人 腳踏實地的人呢 我們為了 未來去做夢 那這就是 主歌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講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副歌呢 他有唱到的是 我們相信著 一支草 有一點路 就是我們相信著 一支草 一點路啦 一支草就有一點路的意思 就是我們相信 天無絕人之路的意思 然後 我們走過的人生 順順的方向 就是我們走過人生 這一陣一陣的風風雨雨 然後 後面講到 變一支勇氣 輸人的糙漏 輸人嗎 變一支勇氣 輸人的糙漏 就是憑著一股 因為勇氣 而形成的粗魯 我覺得這個粗魯 比較像是 不怕的精神 不畏懼的一個精神 然後他後面講到的是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失智喪膽 那什麼都不怕的當初 這就是 這首歌曲 敢傻敢衝 就是台語的部分啦 就我剛剛有講的 他主要就是希望我們大家 就傻這麼一次 為自己勇敢衝這麼一次 我們以前已經經歷過 這些風風雨雨啊 都不要怕 因為現在的我們可以 為了我們自己 好好的去拼一次 可以去闖一下這樣子 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勵志 很 很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 然後我覺得 就是說 茄子戰喔 要不要趕快再發新專輯的啦 呵呵呵 就是說雖然他們去年 才發我們以後要結婚喔 啊但是一年咧 呵呵 可以再發新專輯了吧 呵呵呵 就是欸 不要 不要這麼有壓力喔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 盡快聽到你們更多的 作品 那 最好就是要有一張完整的 喔不是啊 呵呵 就是說還是很期待啦 很期待茄子戰之後 然後 可以 趕快再有 新的作品可以跟我們 見面 然後 當然粉絲也是很開心啊 雖然這一次是為了 黑松沙士的 年度主題曲 來出這一首單曲 非常好聽的歌曲 有台語有國語 但是 嗯 如果能在 更短時間之內 聽到茄子戰的 新專輯 我覺得 也不是一件壞事 按捏 呵呵 所以其實 欸其實蠻快的欸 我今天其實就只要講這兩首歌曲啊 就是 來自 徐光漢的 《別再想見我》 還有茄子戰的 《敢傻敢衝》 還蠻推薦大家聽的 然後 欸 上個禮拜有聽Podcast的 聽眾朋友們呢 有聽到我後面有 就是大概 講述了一下 我最近的身體狀況 其實在這一個禮拜 就是我 積極的 治療跟服藥的過程中 其實身體狀況有 明顯的 改善很多 然後其實 呃 還蠻想再次跟大家講說 就是 我們身體上 因為每個人真的都不是很完美的 因為 其實我這禮拜一直在思考說 我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 其他人明明就 可能生活作息沒有我來的 這麼正常啊 然後他們 飲食狀況也 沒有我來的這麼好 可是他們卻 比我還要來的健康 會有一種這種 比較 不敢 我 蠻認真回答 也蠻坦誠的說 就是會有一種 不甘心的心情在裡面 可是後來想說 也沒有辦法 這就是天生的 因為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嘛 就是他可能 嗯 這個地方很好 但他可能 可能他骨頭不好啊 骨頭會 就是比較脆弱啊 那有些人他可能 長得很好看 還什麼什麼的 可是他可能 嗯 生活上比較不會 開始 批評別人 對啦 我這意思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然後也沒有一個人是 實權實美 就是 他 所有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棒 不會有這樣子的人出現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比較 缺陷的地方在 那我們要怎麼正視自己的這個 不足 那當然就是找方法嘛 那我是先天上身體的沒有辦法 我就是找 尋求醫療的 救援這樣子 所以 在這一個禮拜的 就是服藥啊 治療的過程下 呃 必須得說 藥真的很有效 然後營養品也很有效 呵呵 就是 還是要花錢啦 呵呵 有些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就是 嗯 對不起了錢錢 呵呵 我真的 不是很想要那個酷東西 呵呵 對啊 錢錢當然是花在好的地方啊 怎麼可以花在這裡咧 看醫生 啊 為什麼要看醫生 呵呵 但是就是說 正視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心理建設 然後蠻重要的一個 呃 面對自己的過程 因為你不管到什麼時候 你可能都 有些人可能來得比較晚 有些人來得比較早 有些人可能很 很年輕的時候 就要面對自己的缺陷 然後去適應他 然後 呃 我蠻 就是我是一個 因為我自己有在用那個YouTube嘛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YouTube的中度使用者 然後 大家也知道YouTube的大長老就是阿滴 然後 我自己知道阿滴有異味性的皮膚炎 所以我很佩服他 他其實 他原本是在國外留學讀書 然後後來 回來台灣之後發生了這些事情 嘖 我自己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是 在那樣子的年紀 面對到這樣子的事情 除了真的沒有辦法對抗他之外 在自尊 就是自信心上面 真的會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所以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很棒很棒的榜樣 就是說 在面對自己不足 或是自己缺陷的時候 心態上面的轉折 也是大家滿值得去學習的 那 這一次 我身體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也是算是盡早發現啦 因為如果我今天真的是到 三十幾歲 身體精神可能都 真的是在往下走的時候 可能也沒有辦法 這樣子 這麼快就有明顯的改善 或者是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錢 或花更長的時間來 處理這樣子的生病的問題 所以還是提醒大家好不好 然後下個禮拜 我不知道我下個禮拜 有沒有辦法 如期的出Podcast 可是也要看我有沒有聽到 好聽的歌曲啦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下個禮拜可能會挺一個禮拜 因為我的學生 他們模擬考考完了 然後下個禮拜開始是我 最忙最忙的兩個禮拜 從十一月二號三號 一直到十一月十四號十五號 我可能都很可怕 我可能都會忙到 忙到透頂 所以 再看看 再看看 有可能下禮拜會挺 也有可能不會 那就是看我有沒有時間 然後有沒有真的很好聽的歌曲 我想要來分享給大家的 所以這個禮拜今天就先這樣啦 這兩首歌曲再介紹給大家一次 來自許觀看的 別再想見我 以及茄子蛋的 敢殺敢衝 介紹給大家 那麼下次再見囉 拜拜